这辆长城汽车欧拉好猫是小江今年2月份买的,落地花了13万多。 小江说,女朋友喜欢欧拉好猫的颜值,她就专门从湖州德青赶到杭中买了一辆,还花了8000块钱给车子增加了一些配置,比如说可以刷脚开启的电动后备箱。 小江让记者先体验一下,他说,有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。 脚伸到车辆尾部下方刷了一下,后备箱弹了一下,没有打开,小江用手去按按钮才打开。 他提供了几段视频,说是之前用手打开,用手机开启后备箱,都遇到过同样的情况。 就是因为这个了,才花了8000块钱加装的,停在那里,他后备箱我到办公室去了,后备箱自动打开,搞得我现在后备箱里面东西都不敢放,还有是我自己打开,刚才你们也看见了。 我打开它会自动关了,自动闭合。 小江说,后备箱的问题是买车后第16天发现的,之前还有另外几个问题。 第三天,这个网络没有,屏幕网络没有,网络没有,我后来他说叫我上面有个电,刷机一下,刷机了好了,好了过几天又没用,过了六七天这个轮没撬开了,又是问题。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,他底盘也有声音,声音很响,嘎吱嘎吱地响。 小江说,车子在加油门转弯的时候,底盘会传来异响。 他把车从德青拖到杭州宝云欧拉赛斯店进行维修,轮煤撬开的问题好解决,直接换了一个。 但是,底盘异响,中控断网和尾箱异常三个问题,到现在都还没修好。 杭州宝云欧拉赛斯店的张经理回应,电动后备箱的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,等厂家发来配件就能修好。 这个是感应的问题,感应问题我们也已经申请了保修,材料到了,给它最新款的蓄力号的模块到了,给它更换上就OK了。 对于车辆中控系统经常断网的问题,张经理表示,已经向厂家申请了技术指导。 这个网络我们正在查,它有很多种原因引起,比如说它的地域,它的那个车机模块,或者它的信号模块,那我们肯定要检查。 现在厂家已经给我们指导意见,我们等着一个小配件到,换上去,再测试这些模块问题,解决了就好了呀。 底盘异响的情况,张经理说是已经解决。 只是底盘上的那个系统性问题,或者说是所有的螺丝螺矩都检查一遍,经过标准的扭矩,打好了就OK了。 原本的原因是什么? 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所有的螺丝螺矩,它都有一定的扭矩,特定的时候,特定的,比如说一万公里,或者一万五千公里,来进行符合,复解。 所以说我才说PDI时间是谁做的,我不知道呀,因为我用两道,第一道是进车PDI,第二道是出车PDI。 张经理说,车子到4S店后,和把车子交给消费者之前,都会有一道检测,可这辆车并不是他们4S店卖出去的,所以这两道检测卖车的4S店到底是怎么做的,他不清楚。 车子买来两个月就遇到这么多的问题,小江提出了一个要求。 小江说,欧拉好猫的保修时间是4年,要延长保修期限,需要4S店的售后部门向厂家申请,或者直接由4S店承担他这辆车延保的责任。 我们没法答应,因为第一,车不在我这里买,别的店呢,PDI检查我不知道。 他所说的延保的诉求,我店是没法承担的。 他可以到任何一家店都去维修,欧拉是全国联保的。 具体的售后有没有开出来,那我不太清楚,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个公司。 购车发表显示,小江的车是在杭州德达汽车有限公司购买的。 小江说,他是在网上下的单,之后通知他到杭州西西路978号的德达汽车去提车。 记者陪同小江从石祥路赶到了西西路,外面是一家广汽4S店。 小江带着记者穿过这家4S店的销售厅,到了后面的小厅。 他说,自己就是在这里提的车。 这不是广汽,I know,这广汽的又不是厚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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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提车就在这里提啊。 那他的那个呢,他4S店呢? 4S店,他就是在这里,他刚才跟我说了。 小江拿出一张照片,说当天提车就是在这个小厅门口提的。 车子牌照位置贴了欧拉杭州德达的字样。 他说,提车时还挺隆重,车子上放了一个彩节,女朋友还收到了一束鲜花。 可现在,小厅的前台没有人,没有相关的品牌标志,小厅门口的灯也没有开。 小江电话联系上,当时接待他的销售。 我们那边是在那个位置交车,那完全安安的左手边是我们在建的清展厅。 还没建好了现在。 对对,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售后的。 小江说,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售后,所以他才把车开到石翔路上的宝云SS店去修理。 对于车子出现的三个问题,宝云的张经理表示,车子到店和交付给消费者之前都需要进行检测。 德达这边有没有做到位呢? 有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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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应的这个材料这些都有的了? 相应的材料应该是有的。 那你们能够跟厂家申请吗?客户的这个诉求的话。 比如说我们现在售后没开通,我们现在背着个师傅背在那里的,往厂家走的渠道没有,因为我们没有开通。 厂家那边是只收那边的喊,我们这边没办法发售后的喊。 那边的话给我们说是,他会给客户说的。 石翔路里面今天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。 德达的销售人员解释,他们现在主要是在商场里进行销售,售后部门还在完善过程中,所以没法通过售后部门帮小江向厂家申请研保。 他还是建议小江通过保云那边的售后帮他向厂家申请。 其他赛斯店能不能帮小江申请呢? 记者咨询了欧拉官方服务热线。 如果咱们这个车辆有产品质量问题,咱可以向厂商的这个,全国的任何一家厂商的特约服务商呢,去反馈,进行免费维修更换是吧。 如果咱还有其他的这个诉求呢,也可以通过经销商呢,传达到厂家这边。 如果申请通过了,也会把这个权益通过经销商这边呢,给咱对线的。 哦,那这个经销商是任何一家这个门店都可以吗? 就是咱们进到的这个任何一家厂商的特约服务商。 记者也把欧拉官方的答复跟保云欧拉赛斯店进行反馈。 售后部的张经理表示,因为申请研保这块内容,他们之前没有涉及到过。 了解到厂家的答复后,他们会协助小江进行申请。 他还提到,检查发现小江车子网络异常的问题,是因为中控贴了金属膜,导致信号不正常。 目前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。 118黄金眼记住报道。